下面他贪了这个该谁来负责呢 台中有一位国术老师平常教人练功保养身体 最近几年他因为骨刺的问题腰常常很酸痛 三月的时候跑去一家医院开刀开了两次 竟然开成了半身不随了 开刀的医生竟然跟他讲说 这钉子打歪常有的事 据了解这名医师离职 转到其他医院去看诊 卫生署表示要调查 你投诉中天新闻来处理 煮着助行器踏出的每一步很痛 小腿没有力气 吃力保持平衡 组织意识不理不睬 我在慈祭医院 从第一次开刀到第二次开刀当中这十天 我在病房里面每天痛苦哀嚎求救无门 求死不能 身体一向很硬朗的国术老师陈先生 今年三月住进台中慈善医院 由神经外科研医师动刀在脊椎 打入钢丁治疗骨刺 也以为安全的手术 却疑似因为医师把钢丁打偏 碰触到神经 加上血块压迫 下半身因此瘫痪 你当开完刀出来的时候 发现病人状况不对 医生应该要进心去 要赶快进去 应该要紧急处理 动神经麻痹 病人进心 医生他这个钢筋 医生应该有证 医生应该有证 医生跟他保证没有问题 保证你进来 反正走慢 最慢大概一个礼拜时间就可以 可以出院回家了 小手术却遗憾终身 陈先生陆下和院方的协议内容 让他生气的是严系医师 在开刀之后轻忽他的剧烈疼痛 和神经麻痹症状 因此延误治疗 目前严系医师已经离开医院 但是还在其他医院看诊 陈先生怕惨剧再度发生 已经提告严医师 而动刀的医院也说会配合死法调查 让医病之间 有个完善的医疗制度